张婷翻车帮娱乐圈被搏击 张婷林瑞阳实际控制的公司 因为涉嫌传销被查 涉嫌金额涉嫌人员都非常大了 在他们被查之后 曾经和他们有过密切合作的 很多明星也被牵扯其中了 有张婷合作作为密切的当属陶红 两个人可一直都是以闺蜜相称的 也是一起合作生意的伙伴关系 几个月前陶红突然退出张婷的公司 还以为是两个人闺蜜情破练了 现在再来看看 都知道陶红也是听到了风声 赶紧撤资保全自己 而除了陶红职位 林志玲 卢志祥 明道等人 都曾为张婷公司的品牌站台宣传 而林志玲曾经是张婷公司产品 官宣的代言人 最近有专业的律师 更是对张婷的案件进行了分析 他表示明星宣传产品之前 毕竟要了解产品性能并亲自试用才行 但是张婷公司的产品背报 疑似成本只要4块钱 不少消费者都表示 用了烂脸 这样的产品 陶红 林志玲敢用吗 如果张婷公司涉嫌 传销被查证属实的话 要是陶红 林志玲 明道能 这些站台的明星 早就知道是传销 但他们不仅 代言费会被没收 还有可能会出一到两部的罚款 之前张婷买下一栋楼 要非常大方的送给一层 陶红 前来为了和这些明星打好关系 让他们给带来更多的资源 张婷在代言费上 必然是不会炼色的 按照律师的说法 林志玲 陶红等人也是难逃其咎的 不过具体的 还是要等官方长长之后的通报 看来明星代言 还是要谨谨慎慎慎 在谨慎的 之前张婷哲被举报 涉嫌境外代言躲过兵台 幸好合同早已结束 没有在国内进行任何宣传的活动 忽然估计也是收了兜着走 首先马亦利也曾陷入代言风波当中 因为代言奶茶店 结果一个骗局 很多代理商求救无门 胡南台主持人李维加也曾 因为代言茶饮饮料 被代理商找到了公司大门 讨要说法 民生在代言的时候 还要擦亮眼睛 不然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官司是当有什么看法的 你们觉得产品出问题 代言人需要说到说法吗 欢迎大家这篇期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